你看,现在的北京机场除了我就只有一个人 最近全世界都在关注新冠病毒疫情 刚刚看到一个段子 新冠病毒,中国打上半场 其余各国打下半场 海外华人打全场 唉,我就是那个不幸又幸运的过年期间回国的海外华人 作为一个在澳洲工作的中国人 我碰巧经历了中国的疫情全过程 在中国疫情接近尾声的时候 我又飞到了疫情即将要开始蔓延的澳洲 在机场安检完 我去麦当劳吃了一顿 这是我自1月21日回国来 第一次在外面吃东西 还点了我最爱吃的 只有在中国麦当劳才有的相遇牌 好吃 晚上6点左右的南京机场 我感觉很安全 毕竟江苏省已经两周多没有新增病了 开始测体温准备登机 飞机人未满 大家被安排隔一个座位坐一个人 飞机餐很简单 都是一个个独立包装的小时 减少外界的污染 第一站北京到达 开始有些紧张 因为北京最近一直有境外输入病例 发现他们肯定都会在机场停留啊 果然一下飞机就要扫码登记健康卡 这个在中国现在很流行 是必备通行证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 去不同的地方估计还要重新填写 主要就是填写个人信息 旅行行程和是否有感冒发烧等不适症状 听过层层安检之后 我坐上了出发区航站楼的车 哇哦 大官员都搬进机场了 厉害 终于走到了登机口 晚上十点的候机厅没有人 只有一个乘客 还有音乐 全副武装的我除了口罩 还戴了防护眼睛 然后转眼一看 发现飞机上几乎没杀人 飞机餐依旧很简单 还给了小时候爱吃的脆香米 童年的味道 半夜起来上厕所 才发现后半截机场是空的 不过此时人越少感觉越安全 虽然看着有些阴森森的 不知睡了多久 天亮了 想到要感恩一下 第一 要感谢武汉人民的牺牲 和全国各地 赶去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 和支援者们 没有你们中国打不赢这场仗 当然还有全国人民的 积极配合在加顿 第二 要感谢秦始皇 两千多年前完成了 统一中国大业 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清朝 然后历经坎坷 演变成现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这个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 我们的领导人 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调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 用十几天的时间 建成了火神山 雷神山 和方舱医院 还集结了这么多 可爱可敬的医护人员 奔赴前线战场 再看看欧洲和欧盟 感觉他们的历史里 缺少了一个像秦始皇 这样的人物 第三 感谢肺炎 疫情爆发后 表现积极的各类媒体人物 让我们看清了朋友和敌人 还有各种妖魔鬼怪的 道德底线 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但谁又是少数人呢 突然又想到了 行为艺术家 Marina的一场 行为艺术表演 叫节奏灵 表演近年 就在强调自由的意大利 她的实验告诉我们 恶一直就在 过去在 现在在 以后也依然会在 所以再好的民主 也需要有约束的自由 安全着陆后 就立马收到了一份文件 基本主题就是 你需要在家隔离14天 关注自己的症状 如果有呼吸困难 可以打000叫救护车 她这里有几点隔离建议 挺有意思的 第一条 隔离期间建议和亲朋好友 保持网络社交联系 嗯 这个是废话 第二条 自己多去了解新冠病毒 然后让别人也多注意 嗯 这会有 三 确保您的孩子 使用得当语言 这个必须赞成 尤其是不能低于 和种族及时 第四条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保持正常作息 比如饮食锻炼 这双手双脚赞成 第五条 安排在家办公 必须一个押 第六条 让孩子学校通过 有地方时 或一秒来布置作业 呵呵 果然是痛 第七条 做些放松的事情 利用隔离的机会 做一些 你平时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我想到我要做什么事了 以后告诉你 嗯 下了飞机 又是没人 秒拿行李 下几期就从我的视角 带大家看一看 一个普通人在中国 是怎样度过疫情期间的 还有怎样在澳洲抗击疫情 最后的最后 如果新冠病毒 真的是生化武器的话 我们也许真的要考虑一下 登陆后新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断片的美食博主 我表示很舍不得 地球和地球的美食呀